第六十四章,爹不向爹,和我下楼散散步,让你妈和小暖说说话。 饭后,老头收拾了桌子,洗碗的时候,温暖去帮忙被老头撵出了厨房,添乱两个字让温暖一点拒绝的理由都没有,韩谦硬着头皮和老头走进了电梯。 别看平常和老头随便开玩笑,这遇到了震惊事儿他是真的害怕。 电梯里老头一句话都没说,走出单元门的时候,韩谦拿出烟缸准备点,就被老头夺走,冷声道。 脑门被人咬是怎么回事儿,别撒谎,男人与男人之间不会咬脑门,打架也不会啃这块不好啃的地方,外面真有暧昧的女人。 往前走走,那边可能会有枯枝棍子之类的。 不去?那我去,你开始跑吧。 你干啥呀?咱们爷俩多久没见了,你怎么见到我就想揍我? 是是是,的确是女人咬的,可这事儿没有温暖说得那么邪乎,哪有什么暧昧的女人啊?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,想看看一年能赚多少钱。 韩谦快速地把事情说了一个大概,同时也把钱的事情告诉了老头,同时也说了欠温暖钱的事情, 只不过不是说离婚,随便编了一个理由。 老头没问具体这钱是怎么欠的,小两口突然换了房子,这里面肯定有些猫腻, 他在金钱上帮不上什么忙,也不去问让孩子为难,老头放弃了去捡枯枝,轻声道。 就是说你帮助你们的经理解决了麻烦,这个女经理的性格也比较比较奔放一些, 他怎么奔放我管不着,你自己注意点,没结婚的时候我不管你接触几个女人, 结婚了就老实一点,咱们老韩家出过好人也出过坏人,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背着媳妇偷人的男人,背上的伤是谁打的, 我去找他聊聊。 哪个爹不心疼孩子,只是老头不擅长用嘴去关心别人, 说是去聊聊会那么简单。 韩谦见老头没动手的意思,咧嘴笑道。 老头,我听妈说你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打架,十里八孙的流氓都怕你。 比你强,我是最懒得动手打人的人,你长这么大打你几次你心里也有数, 那些个家伙招惹了你妈,我就去和他们聊了聊, 男人的肩膀比女人宽,在家里对媳妇低头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, 在外面弯了腰壳就是丢人了,别像你老张人似的,家里外面都跟面团似的。 这话韩谦没接,老温的性格的确太柔和了点,像个文弱书生, 不然也不会一直被邻家压一头,思考着转移话题的时候,老头突然笑了。 我挺羡慕老温的,有学问,懂得多,不像我就会土里刨石地活着, 你呀,对温暖好点,你妈的命是谁救的,咱们俩心里都有数。 直到如今老头都不知道韩谦曾犯过罪的事情, 韩谦和温暖很一致地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里。 老头叼着烟看着球场里面打球的孩子,眼神充满了鄙怡, 似乎他是一个高手一样,韩谦撇嘴道。 怎么,你还会打球? 会点,除了不太认识字,其他的都会点。 十字绣行不行,你当家里的蓬城万里是你妈绣的。 你牛逼,要不为啥我是你爹呢? 咋地,万一哪天我比你牛逼了,咱们就换换。 嘿嘿,我不打你,你真是皮痒痒啊,确定不带我去见见和你动手的人? 就这样一次机会,以后挨揍我可不管你了。 孩子大了,不能一直躲在老子身后,我小时候挨揍你咋不管呢? 你妈不让,韩谦歪着头,一脸生无可恋地看着老头,这时老头的手机响了。 当老头拿出手机的时候,韩谦都羡慕了,竟然是智能的,触屏的哪种,低着头拿出兜里的古董,韩谦心里微微感觉自己好像太落后了。 和韩谦聊天很硬气的老头接电话的时候,那叫一个和蔼啊,韩谦撇嘴嘀咕道。 还说我呢,哪个小妖精给你打电话啊?给你笑的,跟菊花似的。 你呢? 我就说嘛,我妈长得好看,跟妖精似的我才这么帅,随你的话,我找媳妇都难。 你妈想吃冰棍了,带我去买,家里怎么没准备点? 温暖生理期,时候像疯了一样吃雪糕,我不敢存。 女人都一样。 这父子俩聊天或许是真的和其他家里父子不一样,以前可欣就问过韩谦,这么和叔叔说话不挨揍。 可欣可不敢,住平房的时候因为考试分太少,那时候都已经180多斤的体格被他爸拎着衣领直接扔地上去,不管死活那种。 当时,韩谦还很生气,回家告诉了老头后,老头去了可欣家,这给孩子吓得不敢回家可不行,没过多久,老头回来了,说了句可欣,现在家里住下吧。 数学考了五分,这的确有些说不过去了。 想起了可欣,韩谦拿出手机,给这个小胖子打了一个电话,兄弟俩聊天一句正经的没有,相互接短互骂,最后约定过年的时候一起回家,大家火炬一句。 到时候再看吧,他们几个啊,烂泥扶不上墙。 可欣没有过多的给解释,韩谦也没有追问,只是说过年回家再说,老头在超市出来的时候,问韩谦可欣这孩子现在怎么样,韩谦回了句说还不错,老头轻声叹了口气。 他可以,可他那个表哥好像不太好,一年前还挺风光,经常去家里看你妈的身体,上个月前我见了他一次,像小老头似的,似乎是出什么事情了。 我问了他也没说,过年你回家的时候打听打听,能帮就帮帮,都是一起长大的小兄弟。 我知道了,我没给你买冰棍,没事,我不吃,我也没给自己卖,你去给我买一个不舍得破诊钱。 你都理那一百六几年了,你在这里等我一会。 韩谦走出小区,小区对面就有一个自动提款机,韩谦取了一千块钱,温暖给他的钱已经被他投资用掉了,回来的时候拿出五百赛给老头,小声道。 别告诉妈,哎哟,我还能在你手里拿到钱,不容易啊。 别废话,不要给我。 儿子孝敬的为啥不要? 不是,我怕哪天你在外面被饿死。 对韩谦的嘲讽老头完全不放在心上,拎着四棍冰棍往回走,四根冰棍而媳妇两根。 而媳妇两根,老头记住了韩谦说的话,而媳妇应该也喜欢吃冰棍,特意买的贵的,两块钱一根呢。 都离哪还有整钱了? 这是她全部家当了,她传的钱全部都给韩谦了,不多只有两千块钱,可惜被这个小王八犊子给举报了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搜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